国庆大典热闹登场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林振杰却号召了有数百名的支持者 他们要在国庆大典上面公开呛马 到底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 请记者徐华专为我们掌握 其实呢 当时警方说 可是这些温乘区 他们遭到警方的第一次举牌警告 但领导林振杰立刻拿起麦克风回枪 我们来看现场最新情形 那法官是说 法官的痛觉 这个法官我等一下会介绍给各位 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法官 他说这个法官说 人民的言论自由 是受到设法 第十一条所保证的人民权利 所以他们要发表任何的意见 合理的表达当的政治理论及事实 属于言论自由的表现 所以不需要警察来同意 那警方又说 在这个案子里头 警方说 他们取牌了以后 我们更不愁制止 结果把官的判决就说 他当然不需要听我的 因为他不是你们取牌的对象 原先会这么生气是因为从今天早上开始 原本预定在十点十分在 恒阳路交叉高叉口进行 这些遭到警方的制止 并且拿出了判决书 他认为说 在活近日在任何地方 人民都有权力 举办任何的活动 而不违反结果有进发 不过警方还是不理会他的 手上的证据 立刻举牌警告 现在双方还呈现一个僵持对峙的状况 以上就是想进行 请他把时间都要同内 好 我们看到呢 就是林郑杰今天 带领着这些民众到现场来呛马 甚至呢还批评整个国庆包场 简直就是一种专制的心态 在今天现场目前最新的情况 好 我们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